我已經很久沒有出就是這樣子好看的戰爭片了 所以如果你喜歡戰爭片的話一定要看 當然如果你喜歡猛漢的話 不過絕大部分都是所有的戲份 所以如果你喜歡所有的話一定要看喔 其實在還沒有看到影片前 在看teaser的時候就覺得非常的驚訝 那看完影片之後 我本來以為很多電影都是在精彩的部分在預告都演完 但是我覺得這部片有很多很棒很精彩的畫面 都要進電影才看得到 我覺得非常推薦大家來看這部電影 我剛剛看了十二蒙漢 不但感動的熱烈雲筐 而且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感想 強大的國家才有真正的和平 可是強大的國家一定有偉大的軍人 看了美軍的特種部隊 我們感覺到我們的國家 我們今天需要強大 需要和平 所以我們需要偉大的軍人 我個人很希望這部片子 能夠在全國各地熱烈放映 大家都來看 十二蒙漢這部電影 其實它敘述的是在911事件之後 美國雖然有強大的軍力 可是當它進入了阿富汗之後 它面臨了非常多的不對稱 怎麼不對稱 第一個那個情報不對稱 第二個裝備不對稱 第三個人員數量不對稱 在這麼多不對稱的狀況之下 那這十二個猛漢仍然可以 勢無破竹的然後來贏取這個戰爭 看完這部電我只能說我想來二刷三刷 而且我會約我更多的生存遊戲 玩家軍事朋友來一起來看 在國內上了這麼久的超級領導力 我很難想像這一部十二猛漢 竟然能夠將所有領導的技巧 出神入化跟淋漓盡致地用出來 不管在分析決策執行 而且帶領一個團隊 從成立團隊速到團隊 跟發揮團隊的精神 讓十二個人都是一條心 這部片子你一定要來看 阿尼的一人在一起 阿尼的方法是勝出的 阿尼的方法是勝出的 《撞到!》 阿尼的方法